今年年初我通关了2020年的VR神作 半衰期埃里克斯 游戏真的是非常好玩 那是我陆实况用的是Valve Index 是市面上效果最好的VR设备 但价格非常昂贵 当时我也是租来的 我看到评论里有很多朋友对VR设备也很感兴趣 正好呢我通关之后 自己也入手了一个新的VR设备 Oculus Quest 2 我觉得现在就是入坑VR的最佳时机 VR这个东西自从2016年大热 然后快速退热 大家该玩手机的玩手机 该搓手柄的搓手柄 但VR其实并没有整个成为过去式 尤其是在最近两年 情况有了非常明显的变化 一是Valve推出了真正意义上 VR上能刚顶的3A大作 二是在入门节的VR设备里 去年10月13日 嘉莲物美的Oculus Quest 2 赏试了 我购买的是64GB的版本 在中亚上含税加运费大概是2400多 这个价格让VR从一个少数人的奢侈投资 变成了一个相对亲民的电子玩具 我觉得这是VR离我们普通游戏玩家最近的一次了 更厉害的是 Quest 2和其他的VR头盔不太一样 它是一个一体式的VR设备 在这个小小的眼镜里 有一个运行着某种定制安卓系统的小电脑 所有的VR运用都在内部运算 然后直接显示 不需要像脑后插管一样 连一根长长的线到电脑 而且它也不需要搭基站 任何空地都能随时变成VR的活动空间 只需要在VR里画一下 超级方便 原理就是靠眼睛正面的这四个摄像头 捕捉手柄的红外线信号 追踪的效果意外的相当不错 当然背面没有摄像头 那就没有办法追踪了 相比其他头盔架设基站的方法 这个方法还有一个很酷的好处 可以实现手部追踪 把手柄放在一边 Quest 2可以完全追踪手指的位置和动作 虽然支持的软件还比较少 用起来也有一点不够灵敏 但感觉还是非常神奇的 那这个一体式的VR眼镜小电脑里 究竟装了多少游戏呢 Oculus Quest的生态现在已经很成熟了 比较流行的VR游戏该有的都有 像Beat Saber和PC版比运行效果也不差 我还是一样的菜 如果不和PC版放在一起对比的话 根本感受不到Quest版的材质和光影什么的有降低 再推荐个游戏 这个是我很喜欢的Super Hot Super Hot 只有你动的时候时间才动 很有黑客帝国的感觉 说到这里Quest 2已经相当有吸引力了 但真正把它的性价比提高到必买水平的 还得是这个功能 它可以用来当PC VR的眼镜 是的 它也可以玩半摔期艾里克斯 连接PC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通过长长的USB线使用官方的Quest Link功能 简单但不方便 还有一种就是通过第三方的软件 Virtual Desktop 这个方法麻烦一点 需要把Quest调成开发者模式 使用SideQuest软件安装补丁 但弄好了以后效果相当好 通过WiFi无线玩 无线连接本质上就是本地云游戏 电脑那里把游戏压缩成视频信号 在这里解码播放 不可避免会在好几个环节引入延迟 但实际感受只比有线的Quest Link多了几毫秒 根本感觉不到 最多只有在Beat Saber里可能感觉到一点 但索性这个游戏可以直接玩Quest的版 至于玩半摔期艾里克斯的体验 手柄功能非常完整 追踪的效果一点也不差 也感觉不到画质的损失 最重要的是无线 之前我总是会被线绊到 要时不时主动迈过去 非常出息 无线VR完全不会有这个问题 无线才是VR正道的光 希望各大座头盔的厂子 火速跟进啊 那么既然它可以很好的胜任PC VR 那它和最好的PC VR眼镜Volv Index比 还有什么差距吗 毕竟一个Index快可以买4个Quest 2了 Quest 2最大的缺点就是 不能竖中止 Index一个很大的卖点就是 手柄可以做到五指分开捕捉 而Quest的手柄是只能识别 食指 拇指 拇指 剩下三个手指 算一指 不过在游戏里面竖中止 也不算是有什么用途吧 还有就是VR的体验受帧率影响很大 帧数越高越不容易晕 越接近帧时 Quest 2的屏幕刷新率是90Hz 比Quest 1的72Hz已经有明显进步 但和Index的144Hz比还差的远 体感很明显 另一个就是VR眼镜的光学特性 Quest 2做了很多节约成本的设计 它的视角最大只有90度 比Index要少了40度 这个比刷新率要影响更大 在VR里有一种现象叫 Goggle Effect 就是说戴上VR眼镜看到的景色 不像通过肉眼直接展现在眼前的 而像通过护目镜看到的 感觉能够看到眼镜的边界 而且Quest 2的同具只有三档可挑 虽然不至于觉得不清晰 但就少了一种能找到最清晰设置的感觉 只能选一个近似的适应一下 Quest 2确实并不是一个高大全的六边形战士 Index依然是现在的VR之王 但它拥有令人欣喜的低价 不仅是最好的独立VR设备 而且是一个还不错的PC VR眼镜 这足够让大多数人感到满意了 根据统计 去年一年里 一体式的VR眼镜 大概占所有VR设备销量的一半 而一体式的VR基本上就只有Oculus Quest了 随着更低价的Quest 2的发售 这个比例还会继续上升 VR从所有人以为的游戏未来的方向 现在变成有点像平行的 另一种形式的游戏主机平台 不过想要拥有Quest 2 作为中国玩家 还面临着另外一个阻碍 它必须连接Facebook账号才能激活 因为Oculus是Facebook的自公司 而且我们还要忍耐 Facebook臭名昭著的数据隐私恶习 这也是Quest 2比一代要便宜100刀的原因 Facebook通过收集数据全给找不回来了 如果不介意这些困难 Quest 2绝对是性价比最高的VR设备了 更何况应用性和无线功能 其他的VR眼镜根本就没有 VR刚开始流行的时候因为搭设的麻烦 还有高昂的价格 我一直没能好好地玩上VR游戏 什么Beat Saber啊 Alex啊 我也只能够看着眼馋 Quest 2的出现基本上解决了所有这些麻烦 比个300美元功能完善使用简单的VR头盔 它应该是大部分人入坑VR时候的默认选择 当然还有一些比如晕不晕啊 能不能戴眼镜啊这样的细节问题 Q&A环节给你答案 买64G还是256G 64G绝对是够了 除非你要在设备里面存很多6K小电影 看VR实况觉得晕 玩起来会晕吗 一般是不会的 VR游戏里面主要晕的过程就是移动方式嘛 一般它都会有几种可以选 你选最简单的顺移就不会晕了 而且玩起来要比看起来更不容易晕 戴眼镜可以吗 可以 戴普通眼镜是可以的 还有更方便的 你可以去定做一个适合Quest 2的近视镜片 然后把它放进去 它可以通过磁力的方式吸在里面 淘宝上就有的卖 VR设备在哪里买 有什么配件推荐呢 建议中亚海淘 官方渠道免运费比淘宝会便宜很多 配件的话我觉得可以买这个替换的头戴 因为它原装的比较简陋 你可以换一个精良的 另外还有手柄套啊面罩套啊什么的